經濟午餐主持何文傑 李尚仁博士 回來經濟午餐第二節 Alexa 我們今天有李邀培博士跟我們講講香港汽車的港車不上和很多新的政策 剛才講到港車不上也有很多細節的問題要留意 左軚右軚會不會有些不同 需要補一下司機 我想港車不上是無疑對於我們司機車主的看訊 不過要留意 因為6月1日開始除了繳豬 也有朋友或會員在申請 其實申請的時間也要留意很多細節 因為這次港車不上的申請不只是香港運輸處 要連接廣東省的交通廳 這個細節分兩樣 車本身一定要私人名登記 本身一定要有回鄉證 也要有香港身份證 這是基本的 如果車主是駕駛車 你必須要有香港駕駛執照 以及國內駕駛執照 國內駕駛執照非常重要 因為當你申請的時候 如果沒有國內駕駛執照 基本上你都很難申請到 即是我在歐洲駕駛執照 我就是香港執照 運輸處吸的牌 就叫做拿國際牌 沒錯 我也膽粗粗在歐洲駕駛 然後撞爛了別人的圍爛 你拿國際牌 香港可以很簡單做到 但如果你要拿一個廣東省的駕照 第一 你必須要香港有牌之外 你要上去 雖然是一個叫做互認 但也要搞一些手續 以及有驗診 驗好身後 你才能拿到廣東駕駛 好了 剛才說 除了車子之外 你如果駕駛 現在可以容許有兩個司機 即是說 除了你本身的車主 是有牌的 你可以申請多一個司機 而那個司機 也必須要有四證 就是剛才所說的 第一 就是你自己的香港生分證 你自己的回鄉證 你香港的駕駛執照 以及廣東省的駕駛執照 這是必須要的 所以在第一次搞豬的時間 很多朋友 我認識 他都很開心去搞豬 抽中了 但死火了 原來他沒有廣東省駕駛執照 所以他想著馬上去拿 拿不到 但是拿的時間要排期 因為很多人上去 有些排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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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搞豬之後 你給了你去填表 你只能夠在72小時 三天內就要填完了 如果你是72小時填不到 這個搞豬作廢 我們叫做中空保 所以這裏也是 請大家朋友也好 如果真的想說 即日不上 我勸你最好 正話所說的 所有的 四證 必須要齊備 還有一件事的提示 就是你必須要有 國內的電話號碼 因為為什麼呢 原來你沒有國內電話號碼 你的申請表格也無效 因為在廣東省那裏 它會有短訊給你 換句話說 如果你是沒有 我們叫做一卡兩號 基本上 你填都填不到 填不到短訊 這樣變成 它也是無效的 這個一定要留意 那很多細節 我駕駛電動車 我的車友 在電動車群組 還有很多仇佬 究竟如何充電 汽油車是否簡單 汽油車當然 國內來計算是很簡單 入油 但是 就算你如果是充電 如果你是本身 預早去做好一些功夫 為什麼呢 香港任何一隻牌子的 我們的電動車 都是歐標 我們叫做歐洲的制式 但是國內 我們所有的就叫做國標 在香港 由於歐標 你充不了國標的東西 所以你一定要買一條 由歐標的標頭 轉到國標的 我們叫做轉駁器 然後你才能夠上去充電 不過 充電是有的 國內 新能源和電動車都很多 都推動很快 據說那些轉駁器都搶購一空 在圖土裡找不到 不過 這裡我又講開 盡量不可以在網上去選購 為什麼呢 其實這些轉駁器 我們叫做歐標 轉到國標 也好 這兩個標準之外 也都是最好 能夠在香港可以有代理買到 第一 它可以有保用 第二 最好 也能夠在香港的代理買了之後 它這件產品 是有一個叫做責任的第三步 免得你上去的時間 充壞你的車 或者充壞自己的車 充壞了充電 又或者發生火警 這個賠償很重要 所以最好 我完全明白 保險很重要 應該是說什麼保險 最好買回來的東西 有保用 還有公眾賬保 我們自己開車上去 作為電動車主 都會有一個安全 油車電車 保險應該怎麼辦 那些是沒有分電車和油車的 當然 現在政府也很好 在預早的時間 已經跟16間保險公司 叫他們說 要港車不上的時間 你要做好保險 現在有16間保險公司 在16間保險公司 如果自己 例如你自己 Tesla 或者油車 你自己的保險公司 買多一份 等候先營 等候先營 其實就是 雙等效 效力的效 先營 先營 即是說 在香港這輛車 這間保險公司 多出一份 等候先營 換句話說 廣東省的 我們叫做 車保險 就可以了 不過 這個等候先營 是一個 叫做 初級入門 初級入門 這個保險就有了 但是 它的保障額 只有20萬人民幣 大家可以自己想想 你的車 你剛才說 都很貴 換句話說 一定不止 20萬人民幣 而且你要留意 如果你有什麼 騎碰 人 其他的車 是不是那20萬人民幣 第三者也算進去 沒錯 所以 很多時候我就勸喻 外加一份 我們自己的 這個 這個 我們叫做 香港的車主 如果你經常上去 最好要加多一份 我們叫商業保險 或者 加多一份 我們叫做 一個加的保險 一般來計 因為那些保險 不會太貴 我簡單來說 如果最普通的 等候先營 大概都可能是 1100元左右一年 但是它的保障額 只有20萬 如果加多一個 我們叫商業保險 大概有500萬 300萬 差不多 加起來 應該都不及5000元 一年 一年 這樣 很接受到 如果你這麼高興 駕駛的車 上去廣東省 或者大灣區 而且不是一次 一年 我覺得 港人應該值得 要加回你自己的保險 保險額 這樣 駕駛上去 就不需要太大貪心 明白 這個真的 做足功課 沒錯 而且很早 要去買保險 各種牌照 剛才我聽到一件事 要驗身 我想問一問 驗身其實是驗什麼 主要是視力 驗身 要留意 驗身的話 就是你駕駛的人 驗身 如果你一般 就是說 如果未超過70歲以上 一般的普通驗身 如果你是超過70歲以上 除了你剛才說的視力 其他事情 各個都要驗 如果超過70歲以上 它會加上一個反應 以及真的要考一下交通的標誌 你的記憶力 那就是70歲 不關你們的事 你們是一般的驗身 例如眼力 心臟 一些炎血 都是比較簡單的 簡單的事 應該都是常規性的事 好 現在再和李耀佩博士說 其他關於汽車的話題 好